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Coding Disney 这一节我们继续再看一道有关堆战的算法题 知道算法题在我以往的面试经验中曾遇到应该有两次以上 所以它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分析之后大家有个准备 在后面如果单真遇到的话 大家能够有备而战 成为增大面试通过的机会 那么这道题是这样的 就是对于堆战的常用操作 一个是POP 也就是要把堆战顶部的元素给弹出去 另一个是PUSH 就是向堆战压入一个元素 那么PICK是指得到堆战顶部元素的值 但不用把它弹出去 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增加一个操作叫做MAX 它的作用是返回堆战当前所有元素中的最大一个 例如我们当前堆战元素是5423的话 那么MAX就是5 如果压入几个元素之后 比如说添加到后面的6118之后 那么这里面所有的元素中最大的是10 那么我们的MAX就要返回的是10 那么如果这时候采用两个这个POP操作 把这个8和10弹出对战 那么剩下的这个542361中 它最大的值就是6 那么MAX就要返回6 那么如果呢 我们假设这时候再压入一个值的话 比如说在这里面再压入一个值 比如说压入的是7的话 那么这时候再调用MAX的话 那么最大值就是7 那么要求你给出一个这个算法 实现这个MAX 同时这个算法的时间复杂度必须是OE的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里面去想一想 好我们去想来看 那么这个题目的麻烦之处在于呢 你要求这个MAX的话 如果我们的堆战元素是只进不出的话 那就很好办了 只进不出的话 那么我们用一个变量 直接把当前压进来的这个堆战元素 最大值给记住 那就可以了 那现在问题是这个元素呢 有可能要弹出 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这个 在这里面我们已经有得到的这个最大值是10 那么弹出之后把这个10弹出之后 那么接下来我要求这个最大值是6 要尽快得到 那么一个做法呢 就是每次求这个最大值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堆战便利一次 但是便利一次的话 你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就是ON了 因为你要每一个元素都要检测一次 那么如果我反复这个 我每次做一次这个弹出或压入堆战的操作的话 那么就掉一次MAX的话 那么每一次我们都得去扫描一遍所有元素 那么这个开销呢 就不会满足这个OE的要求 所以再者呢 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弹出和这个操作 这个压入的操作交替进行的话 那么这个整个堆战里面元素的最大值可能是反复变动的 那么反复变动的情况之下 要用OE的时间把当前这个堆战所有元素的最大值给找到 那么还是稍微有点棘手的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第一步呢 我们每一次压入一个元素的时候呢 用一个这个变量叫MAXVAL 记录当前压入这个元素的最大值 第二呢 我们必须新分配一个堆战 叫MAXDAY 那么这个堆战有什么作用呢 当每次压入的元素大于这个MAXVAL的时候呢 也就是说当前压入的这个元素 是当前所有对战元素里面最大的一个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元素压入到这个MAXDAY 那么弹出一个元素的时候呢 如果弹出的元素是当前的这个所有元素中最大值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用这个MAXVAL 把当前所有元素的最大值给记录下来了 所以弹出元素的时候去看这个当前元素 是不是最大值是比较容易的 只要跟这个MAXVAL比较一次就行了 如果当前弹出的元素是最大值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MAXDAY顶部的这个元素也弹出去 然后把这个MAXVAL重新设置 从这个弹出后的这个MAXDAY的顶部这个元素的值 那么执行这个MAX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返回这个MAXVAL 或者是直接返回这个MAXDAY 对战顶部的这个元素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呢 首先呢由于第一步每次压入元素的时候 当这个元素的值是所有元素中最大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个元素的值记录到这个MAXVAL中 同时呢由于第二步 如果此时我们遇到了一个新的最大值 第二步就会把这个新的值给压入这个MAXDAY 也就是说MAXDAY呢顶部的元素始终是当前这个对战元素最大的一个 同时呢这个MAXDAY的元素在压入的时候呢 会与这个MAXDAY顶部的元素会与这个MAXVAL它的值保持是一致的 当弹出的时候呢我们如果弹出的是最大值的话 我们就会把这个MAXDAY顶部的元素也弹出 然后第三步的这里呢会把这个MAXVAL设置成这个MAXDAY顶部元素的值 所以无论是压入还是弹出这个MAXVAL呢都跟这个MAXDAY顶部的这个对战元素的值是保持一致的 同时根据我们第一步的这个第一步的这个操作呢 只有当前压入的元素是当前对战元素中最大一个的时候 那么我们才会把这个MAXVAL设置成压入元素的值 那么由于MAXVAL在每一个时期都与这个MAXDAY顶部元素的值保持一致 因此我们就得出结论说 那么无论任何时候无论压入还是弹出这个MAXDAY顶部的这个堆战 这个MAXDAY顶部这个元素肯定就是当前所有压入元素中最大的一个值 OK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个算法正确性的一个证明 那么大家看很简单 如果这个执行这个MAX操作的时候 我们可以直接返回这个MAXVALUE 或直接返回的是MAXDAY对战顶部元素的这个值 那么这个操作就只需要一个OE时间的复杂度而已 因为它没有任何便利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MAX操作是OE 那么这样的话这个操作的时间复杂度是能够满足这个算法题目要求的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空间复杂度 那么由于我们每一次压入这个元素的时候 有可能还要再压入到这个MAXDAY 特别是当压入的元素是以声序压入的时候 比如说压入的次序是1234 那么1234呢 这个1呢要压入这个普通的堆战 同时又要压入这个MAXDAY 这个2进来之后又比这个1大 所以它既要压入这个普通堆战 又要压入这个MAXDAY 因此在最坏的情况下呢 所有压入的元素就保存了两份 一份保存在这个普通堆战中 另一份保存在这个MAXDAY中 所以我们的空间算法 这个空间复杂度呢是ON 这个N呢就是压入的这个堆战元素的这个个数 OK 这就是我们算法的一个基本分析 现在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算法实现 大家看这个算法实现在这个MAXDAY里面 MAXDAY呢 首先我们用一个STATE表示一个普通的堆战 用来存储压入或弹出的元素 然后用一个这个变量MAXVAL记录当前压入堆战元素的最大值 最后用一个这个MAXDAY 用来去设置这个 用来存储这个每次压入最新的元素 如果是最大值的时候 我们直接把它压入到第二个这个MAXDAY中 那么每一次Push进来的时候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这个 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压进来的这个值呢 比当前这个MAXDAY MAXVAL要大的话 也就是说压入的值呢 是当前堆战所有元素中值最大的一个 因此我们重新更新这个MAXVAL的值 重新把这个新的最大值给压入到这个MAXDAY中 那么当弹出的时候呢 我们先看一下 当前弹出的这个堆战的值是不是最大值 如果是最大值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MAXDAY顶部给弹出去 然后要设置这个MAXDAY等于新弹出对战之后的这个顶部元素 OK大家可以把这个实际上应该把这段话 把这句话拉到这个EVE判断里面来 但拉不拉其实关系不大 所以在这里面我就没有改 那么最后呢 求这个MAX操作的时候呢 我们就掉这个PIC就得到这个MAXDAY顶部的元素就可以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入口函数 入口函数的时候我们先压入5423 那么这时候堆战底部是5 那么我们求MAX的时候呢 显然我们要返回第一个元素是5 紧接着再压入618 那么这时候压入的最大值是10 所以在这里面显示这个最大值的时候应该是10 然后紧接着是两个POR 两个POR的话就把站顶的这两个元素 也就是8和10给弹出去 最后剩下的元素是542361 那么在这些元素里面最大值就是6 所以在这里的时候这个返回值应该是6 最后再压入7 那么7比6大 在这里面得到的这个返回值应该是7 OK我们把这个代表运行起来看一下 好运行了之后大家看 第一看第一是5 那么在这里面的时候最大值是5 那么第二次在这里面的时候 压入这些数值的时候 最大值是10 他也数出是10了 那么弹出这两个之后 也就是把8和10弹出去之后 剩下的最大值就是6 那么我们把6又输出来了 最后把7压进来 7比6大 那么这时候最大值就是7 我们也把它输出来了 那么从这个输出结果上来看呢 我们代码对算法的实现应该是正确的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主要内容 那么大家拿到代码之后 可以再试一个 另一个方法叫做mini 就是mini 也就是说每次都返回最小值 跟这个max是对应的 那么我们把这个mini的实现呢 当做作业 大家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 它实现的原理跟这个max 实际上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那么作为作业 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通过这个小作业呢 大家可以加深对算法实现和算法原理的理解 OK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谢谢大家关注Coding迪士尼 谢谢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继续扫描这个欧语码 关注我的公众号 我会把这个相关文档 及时的发布到公众号中 那么大家得到的时候比较及时 好 这就是我们这一节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来到Coding迪士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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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